锦衣之下翻外151 路易飞歌传书给层服 着急看信 竟忘记穿靴子 但就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 树上全身体太久 惊吓落地之后 晃了晃身子 还好路易及时出手扶住她 二人踏着余晖 快速赶回医馆 夜色降临 路易用过晚饭后 回到自己房中 站在窗前望着天际弯月 书弟 他想到今日是初五 当夜在公泉洞中 与柳全约定 每逢月五 他便会悄悄去公泉洞一趟 路易想到阿赵杀气腾腾的眼神 思虑再三 飞歌传书给层服 告诉他两件事情 第一 今晚在公泉洞中蒙面告知柳全 让他转告恋儿 务必小心 可能有人会对他不利 第二 派一鸣锦衣卫暗中潜伏在月宅附近 保护恋儿 望着飞向蓝天的信鸽 路易目光变得寒气逼人 心想 事情不能再拖下去了 冰柜神速 必须尽快解决 可至今仍旧掐不住欧阳两兄弟腰海 不能一击击重 还得忍耐几日啊 一夜无花 破晓之际躺在床上的路易听见窗台传来一响 书弟起身走过去 连靴子都没来得及穿 大人赤脚打开窗户 取下鸽子腿上信件 白鸽拍拍翅膀 飞向蔚蓝色天幕 路易行至床前 穿好靴子 坐到八仙椅上 慢慢摊开信件 湖暗的光线下 只见写着 大人 恋儿说快活林中住宅花园密道 通往红叶山金矿 阿设在月宅附近埋伏保护恋儿 看完之后 路易立即烧毁 然后起身行至衣柜前 取出衣衫 换好之后 走出房间 走廊寂静如水 想来惊吓 谢霄 盖书等人尚未睡醒 路易独自一人出门 去了月宅附近 他看到躲在暗处的阿设之后 用眼神叮嘱他 务必小心 因阿设是大人已是 好友阿德亲弟弟 他临终前 拜托路易 照顾好弟弟 路易不能食言 多年来对阿设甚至上心 时光飞逝 路易早上见阿设之时 只觉一眨眼功夫 太阳已经天息 一管二楼 众人在善厅用晚餐 路易冲惊吓说道 惊吓 吃饱之后 快深夜行医 随我去烫快火灵 惊吓端着碗米饭 停住家财的筷子说道 又去烫快火灵 为什么 大人 可是柳全传来消息 谢霄 盖书等人接灯大眼睛 望着路易 路易微微点头 对圆圆说道 谢霄 你与我俩一道前去 到时候 见机行事 好 姓路的 放心 我保证听你指挥 谢霄见路易 惊吓神情严肃 知晓此次红叶阵的事情 已经到关键时刻 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 林林放下碗筷 担忧地看向惊吓 说道 你可一定要小心 千万别与路易走散 惊吓没心没肺地咧嘴一笑 说道 林姨 你放心吧 这次我保证跟在路大人身后 像他影子一般随行 路易看着娇哈灵动的夫人 打去道 那影子 你快些去准备吧 静下起身走向门口 谢霄也跟了出去 说道 袁大虾 等等我 等你个头啊 小爷又不与你回同一房间 静下清脆的声音从走廊传进善厅 盖书 林林相视一笑 姑且长话短说 天黑以后 路易等三人黑衣蒙面 悄悄出了衣馆 专挑僻静小巷 往快活林方向走去 三人一路行至千鸟湖附近 路易说的想到了埋伏 再次保护恋儿的阿舍 随即低声对谢霄说道 我与今下进快活林 你就在这湖附近等候 倘若看到可疑之人 千万别动手 喂随她 谢霄闹闹后脑勺 不解的小声问道 为什么 今下拍了谢霄胸口一下 气呼呼地说道 谢圆圆 现在什么时候 你照大人所说去做就行了 远处黑暗之中 阿舍认出路易 并未露面 身为锦衣卫 她的职责便是听从命令 眼下的任务是保护 月宅里的恋儿姑娘 满头雾水的泄霄 往湖附近浓密的草丛中走去 一会儿便消失不见了 路易 今下猫着身子 施展轻功 二次进了快活林 月光清冷 夜风吹过 几片树叶飘落下来 秋一见浓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